一天 一个情子 一旦踏错 便是万劫不负 长世有情便死伤千万 而如果帝君有情呢 帝尊 你准备就绪 行行 看见了吧 一个有锦绣先徒的仙官掌士 连桓卿都曾向我要过此人 却因为一个情字 与魔族众人诛胎暗节 违反天条 受擒罚者 若不认错 至死方歇 弟尊 司璇支手输千年 亦是被蒙蔽 弟尊 可否饶恕他这次 好 如若他可认错 死后无留其原神 允其入夜望穿洗净前尘 入繁界为人 爱人已死 我岂可苟且偷生 况且明明是这天条不公 我无悔亦无错 应援军 看见了吧 一个情字一旦踏错 便是万劫不负 掌士有情便死伤千万 而如果帝君有情呢 那将是六界的浩劫 没有人可以幸免 你知道 现在六界 为什么可以暂时相安无事吗 那是因为 妖魔明三界 暗流永洞 所有的逆贼 正在等待一个机会 在等待你暴露弱点 怎么 动侧隐之心了 你今日的不人 只会生出怯懦 而如果他日六界大难 你又如何面对呀 我求求你杀了我 我宁愿怀着 这友情的心死去 也不愿和你们 朕无情之人同活 我不愿意再受这 不公的待遇了 我求你 我求求你杀了我 请法不可为你 我能做到的 就是保下你的一丝原神 愿你能渡过忘川 重新开始 做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可以爱 可以为了自己而无